昂船州的貨船三級火 焚燒期間產生大量濃煙並蔓延多區 有專家說高溫燃消費金屬 可能會釋放有害物質 或會影響健康 由區議員批評 政府發放空氣污染的信息太慢 在昂船州對開起火的貨船 所燃燒的濃煙飄散多區 近至深水埗、遠至荃灣和沙田 都有人說見到有煙或聞到焦味 環保署在深水埗和葵聰的監測站 綠島的PM2.5 即是微細原浮粒子濃度 在火警發生4小時後 超出世衛25微黑的標準 其中深水埗最高達117.2微黑 超標3倍多 而葵聰的PM2.5濃度 就持續超標6小時 最高超標近3倍 之後慢慢回落 有毒理學專家說 金屬廢料有其他雜質 高溫燃燒可能釋放不同污染物 專家說聞到刺鼻氣味是一個嚴重警號 就像一個焚化爐一樣 就會有很多不同的雜質 其中一樣有害或者致癌物質 就是嚴惑嬰 一到一些異味或者其他刺激性的味道的時候 身體已經會有一個反應 如果是濃煙含有毒的氣體 有毒的化合物質 而它們的原浮的粒子 是太過小的話 經過呼吸系統我可以直接入肺 以及入血 而這些其實就會影響我們的呼吸 他形容這次貨船 燃燒近15小時屬於罕見 又說有毒物質可能仍然殘留在環境中 根據當局公布的空氣質素健康指數 火警發生之後 深水埗的健康風險一直是低 到晚上10點提升至中風險 有深水埗區議員在火警期間 收到幾十個居民求助 認為當局發布信息太慢 它說會在稍後的區議會會議 再向有關部門跟進事件 無線電視記者楊佩思報導